图片来源,涉图了维多利亚港彻夜不熄的辉煌灯火也照不到那些蜷缩的城市角落的人,什么人会选择在麦当劳里过夜? 可能大多数人的答案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在香港,这一答案很可能是错的。 一项调查发现,短短5年时间里,香港所谓的麦当劳难民,Michael Fields的人数增加了6倍,不少人选择在全市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中过夜,而这些人多半有自己的工作和卒助的地方,有工作还要在麦当劳过夜据CNN报道,该研究由国际青年商会JCI进行。 在今年6月和7月期间,共有334名市民在麦当劳餐厅过夜,而这一数字在2013年全年仅仅是午时期,研究人员访问了香港110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餐厅, 发现并非所有选择在这里过夜的人都是人们想象中的无家可归者,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其他地方可以过夜,例如公租房或自己租的一间房。 而且大多数人有全职或兼职工作,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人面临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如高租金或电费。 一名幸虹的受访者曾经回忆,其他第一位朋友买不起空桥,而他租的房间没有窗户,没法通风。 于是他宁愿在麦当劳里享受一晚上的空桥,而不是为了能在自己的房间用空桥而夺付房东16港元每天的费用,其他因素包括家庭或个人冲突。 一名年轻的建筑工人因为与父母的关系困难而不喜欢待在家里,另一名55岁的女子在麦当劳睡觉,以避免回到那个会月带她的丈夫身边。 图片来源,美金记者柳林设香港的房租的确非常的高,一位曾在香港居住的朋友告诉小编,在他租住的沙田地区,一间不到10平米的卧室的租金要5150港元每月,月和4500元人灭币,还不包水电王。 而这些房间被当地人称作房,陈房,又名房中房,就是把一间普通的住宅分为好几部分,每部分单独出租。 30平米的房间可以拆成两室一厅,一厨一尾,40平米的房间,可以拆成三室一厅,一厨一尾。 所谓的卧室根本,就是除了一张床以外,只剩一条狭窄的单行道,两人起重收衣超标并修想擦肩而过。 如果你觉得堂房就已经够小的了,那你还是太年轻了。 在油麻地,深水布,工堂等等,还有一种棺材房,大多是在原有的板间房的基础上,一锦自行上下分割改装成六间小房,每间房约1.5平方米,租金约每月1500港币,约1300元人民币。 由于位置狭小,进入房间后,只能直平平躺着,像躺在棺材里一样,变得名棺材房,可是就算是棺材房也不是小的极限。 还有一种龙屋,则顾名思义,龙子一样的屋,用铁丝围起,像龙子一样圈出一席,我太知的,和这些住的地方比起来,有免费的空调。 WiFi和卫生间的麦当劳,确实像天堂一般了,租不起,买房更是下辈子,如果说是过高的租金,导致了这么多的麦当劳烂米的话,那香港的房价比起租金来,可就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香港由于人多地少,住房供应不足,房价超高,已经众所周知,但是究竟高到什么程度,从房价收入指标看,根据Demigrafo的调查数据,香港房价收入倍数在2017年超过19,而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个倍数在6以内比较合理。 相比之下,全球主要城市中,新加坡的房价收入,倍数仅为4.8,多伦多为7.9,伦多为8.5,洛杉矶为9.4,悉尼为12.9。 可见,香港居民的购房负担,远远超过这些国际房地产投资热点城市。 图片外园,涉图网根据香港拆想物业估价数据,香港刚达去一间普通50平方米公寓的平均售价已经超过800万港元折合约640万元人民币。 在房价相对便宜的九龙区,一间50平方米的公寓平均售价为650万港元,在较偏远的新界,一间50平方米公寓的平均售价也达到530万港元。 按照平均价格算,香港刚达去房价,平均每平方米超过16万港元,折合约等于13万元人民币以上。 而香港人的收入呢?2016年香港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数为2.5万港元,以地区来分。 家庭月收入最多的是湾仔区,这里包括了中半山、沙丁的传统富人区,家庭平均月入达3.8万港元,紧接市中西区3.6万港元,以及西宫区3.2万港元。 而家庭月收入最低的,则是深水部,以及关塘区,只有2万港元。 看完家庭月收入,再来看看个人,到底月入多少才能达到平均线吗? 2016年香港人均收入的中位数为1.5万港元,在374万统计人口中,有25.1%的人员收入低于1万港元。 39.1%的人员收入介于1到2万港元之间,22.5%的收入介于2万到3万港元之间,而12.8%的人员收入在4万港元以上。 图片来源,美金记者刘林社也就是说,哪怕你是高收入真群,每月能挣4万多港元,你也需要不吃不喝在大约11年的登签,才能在房价最低的新街买一套50平米的公寓。 如果你想在港岛去买房,同样50平米的公寓,可能会耗取16年的时间。 在实际生活中,这一时间可能要40年或更久,香港钱财政司资长梁景松的预计更加悲观。 他曾为香港年轻人算了一笔账,大学毕业,拿着134港元的平均工资,逃出日常支出,交通费,税费,吃等。 大概要储蓄30年才能复首期,再要工分10年才能还清贷款,20岁工作到80岁才能拿到一间房。 多大呢?40平,美日经济新闻。